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来自十年级得愿的Daisy游子一 那么在开始我的演讲前 我想先请大家做一个小测试 想必各位家长也非常怀念做测试的感觉吧 那请大家看这两张照片 这两张女性形象的画作分别出自于 两位不同性别的艺术家 那请观众们扫描这个二维码 来回答一下究竟哪幅画作 出自于女性艺术家的手笔 让我们来看看结果 哇哦 恭喜大家 大部分观众都答对了 看来大家的艺术造诣还是不错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 来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呢 从画面中不难看出 左侧这幅画出自于 著名艺术家弗里达的自画像 他的画作中充满了丰富的个人色彩 因为他了解真正的自己 我们可以从他的画中看到 丰富的内心世界 因此吸引我们的不是所谓的女性特征 而是那浓烈的眉毛和脑洞大开的画法 相比之下 右侧这幅画作出自于男性艺术家 弗拉格纳尔·球铅 他的画作中 女性通过挑逗贵族男性来表达当时上流社会的混乱 除此之外 在他更多的作品中 女性形象常常用来暗指一些淫乱 混乱 不堪和不雅的事物 在西方艺术史中 我们不难发现 男性艺术家笔下的女性形象 往往都是赤裸或半裸出现的 整体画面分为突出一种柔和感 对人物的表达也是浮于表面的 再让我们将视角转向中国绘画 在我国早期艺术中 女性大多数以宫女的形象出现 像是当代掌权者的玩具 例如女史真图中的宫女 十几名女子围着唐太宗传 为她山凉峰 歌舞奏性 这种男尊女卑的形象被鲜明地刻画了出来 然而这幅画背后想表达的观念也十分地简单 十二段的画作 无疑想劝说当时的女性要遵守儒家女德 在一位近现代艺术家颜平的笔下 我们可以看到女性的力量 在她的画作《母与子》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女艺术家丰富而又细腻的情感 而不是作为附属品的女性 一个名为游击队女孩的女权团体 曾统计过 在1989年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 里面有85%的作品呈现了女性形象 然而只有5%的作品是由女性艺术家所创作的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人类不断地继承着自己的精神文明 然而充满男性凝视的作品 必将影响现代社会的艺术表达 就让我们以电影以及影视剧行业为例 男性与女性所长进的电影 向观众们展示着不同的特质 在众多男性导演所长进的电影中 女性们往往被贴上附属品的标签 例如由大卫阿耶所指掌进的自杀小队这部电影中 小丑女哈里奎英就被视为小丑那个穿着大胆的女人 在自杀小队中 小丑女往往被认为是一个没有自我追求的女性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小丑 在电影中小丑女的装造突出了女性的曲线 又流露出丝丝的幼态感 但是在后续由小丑女以及华裔女导演 严宇倩所导演的续集Birds of Prey中 小丑女剪掉了长发 她穿上了利落的连体服装 走出了小丑的阴影 至此我们才可以看到她独立的一面 不仅如此 当我们去看当下流行电视剧中 女性往往呈现两个极端 一种是所谓的霸道女总裁 这些女常人们往往都剪着短头发 穿着地露的西装和裤子 简单来说就和男人一样 那么她们一定要是感情不顺的 往往我们会认为成功女性就是这样子的 而另一种则是顾佳的温柔的 恋爱脑的 甚至可以说是白幼兽的 她们往往以弱小纯洁又幼稚的形象 等待着白马王子的救赎 并收获一段美好的结局 我企图找一个反面例子来推翻 这个电视剧《长夜中女主角》的刻板印象 但是我很难找到一个事业成功 并且活得自信洒脱而又美艳的例子 是说明刻板印象在大众还是占大多数的 是更受欢迎的 讲了这么多与艺术有关的例子 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这些还与我们生活比较远 那我现在就来讲讲 生活中我们是如何潜移默化地被影响的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听说过 男生就一定要喜欢蓝色 女生就一定要喜欢粉色这一说法吧 平时我们在商场洗手间 也可以看到用蓝色和粉色小人 区分两个不同的性别 当我们给孩童送礼物时 我们往往会因为孩子的性别 比如说这个孩子是男生而选择送出蓝色系的衣服 孩子是女生而选择送去粉色的公主群 我因为很好奇为什么会用蓝色和粉色这两个颜色来区分两个不同的性别 于是我上网搜了一下 我得到的答案是因为蓝色代表阳刚 粉色代表温柔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一个如此笼统的词汇去定义两个性别呢 更有一个经典的例子 那就是洗手间上穿着裤子和裙子的小人 相信很多同学跟我一样 刚来会历史会意识恍惚分不清厕所吧 一个长方形和一个梯形区分了两个性别 也仿佛在暗示着我们 男生就是要穿裤子的 女生就是要穿裙子的 来聊聊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有一天我早早到校 穿着裤子又戴着帽子 背着的书包和口罩却是粉色的 于是站在门口的我 被校门口的小学生受了娘炮这样的评价 显而易见 他们是因为我穿着裤子而将我误认为了男生 而因为我身上的粉色物品 将我受予了这样带有一些偏见的评价 那这位小学生有错吗 他没有错 他只是单纯地认为粉色符合他心中女性的形象 就像这个社会告诉他这样 那我想告诉这位小学生也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应该为我们小人画上五彩的裙子或裤子 沾着不被刻板印象约束的力量传递下去 当然在21世纪也有很多人改变了自己的古画思维 当我在做我的IGCAC艺术作品集时 我有一面的主题是关于给不同性别的人设计不同的服饰 当时我所想的就是避开有关性别刻板印象的设计 转而从人物的个性而选择色彩搭配 例如当时我所设计的一个角色 他的名字叫做Shine 他是一个乐观开朗且带有艺术气息的人 于是我选择用了明亮鲜艳的黄色 作为它的主要颜色搭配 不仅是我 在现在更多商家以及设计者开始思考 关于颜色刻板印象的使用 在很多商家设计的产品中 我们也会发现更多的人们开始使用中性色 例如绿色或者黄色 我的这次演讲不是为了激起性别对立 而是从一个艺术生的角度 为大家呈现一些关于性别刻板印象的例子 能够拥有这次机会站在这里 分享我对女性主义的见解 我倍感幸福 我能够站在这里 也说明了时代正在进步 那些刻板印象 例如女性应该相互教子 已然成为了一种被抨击的陋习 当然 我也希望大家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可以建立平全的意识 希望我们可以越来越好 真于至善 最后感谢人类历史上为所有平权 做出贡献的男性与女性们 是因为他们的存在 才让我站在这里 做一个在几百年前 看来可能会被视为大胆的演讲 过去 今天和未来 每一个类似的演说 都不是为了将男女放在对立面 而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和谐 更美好的社会 做出我们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